咱们接上期啊 上期谈了这个印度啊 认为中国的无人机啊 这个啊 准备的已经非常充足了 是吧 正在测试 那为什么美国人对中国的大批无人机上这个啊 军舰啊 是感到非常担忧的呢 对吧 美国人在担忧什么呢 是吧 一定要解开这个问题 呃 无人机上舰不是新鲜事啊 美国的X-47B 对吧 超级的这个尼米兹航母上进行过测试 已经至少是五年之前了 而且这个美国人在尼米兹航母上测试过多种无人机啊 甚至包括未来空战价值的无人机 对吧 那无人机上舰方面 这个美军啊 走在全球前列啊 所以并不是无人机上舰啊 让美国感到担忧 但是最近发现这个中国的这个华越这个山东舰啊 现在这个发现无人机啊 让美国感到担忧啊 他为什么感到担忧呢 对吧 其实他是空军和陆军啊 对此也相当震惊啊 也很担忧 这就比较稀奇了 那美国人到底担忧什么呢 呃 在先进的无人机应用上啊 曾经引领潮流的美国啊 为什么在中国航母上出现无人机这么紧张啊 首先呢 在X47B啊 这种号称是2500公里作战半径的隐身无人机啊 他曾经很早就在尼米茨上测试过 包括此后啊 有其他类型的大型的无人机进行过航母测试啊 包括X47B啊 在内的所有的无这些无人轰炸机啊 有可能在未来被当作无人舰载战斗机的型号 就没有一个通过所有现场测试啊 进入实战状态 就这些东西还处于测试中 没有进入实战啊 也就是测试行为搞很早 但是啊 就宣传力度很大 对吧 群牛比很大 但是基本啊 都没通过工程测试 最终实现上舰部署啊 说白了什么啊 雷声大约有点小啊 是吧 效率不高 X47B的项目已经下马了 他连研发团队都解散了 那美国海军至今只保留一个舰载无人加油机项目 对吧 继续测试 真正的上舰啊 也是啊 有可能是啊 红年马月是吧 说白了什么 美军对无人机上舰基本是什么 没信心 大部分无人机啊 上舰项目啊 智能化方面其实不达标 理解了吧 就是他在AI方面不达标 于是他很多版本啊 原本是看好的机型啊 现在都实际是鸡肋 因为你达不到智能那个程度啊 把原本作为舰载无人远程轰炸机的型号 临时改为舰载无人加油机了啊 只是想继续维持这个项目经费啊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但这些啊是吧 花费巨资啊 上舰的无人机啊 最终也会像这X7B一样啊 最后就全下马了啊 没钱了 美国之所以啊 在无人机上舰这个问题上啊 一直搞不定很大程度上在于什么呢 啊 他认为今后五年甚至十年内没有其他国家海军真正实现无人机大规模海航母应用啊 就他设定的时候也啊 其实就是什么 想定自己牛逼啊 真的是吹牛逼 吹的自己感觉自己是天下无敌了 是吧 像台湾一样是吧 结果什么 发现什么啊 就设定目标的时候就想偏了啊 他想定是十年五十年啊 没有国家能够让无人机上航母啊 所以他判断啊 美国海军无人机上航母啊 可以慢慢磨啊 可以慢慢做 然而呢 突然发现啊 中国的六万吨的这个啊 山东舰突然间出现大批量无人机 这可让美国海军啊 吃惊啊 甚至连空军陆军也开始吓一跳 为什么 因为美国三军啊 这个在某些方面啊 这不仅是影响美国海军啊 实际上部署航母啊 那就更在于什么 这个六万吨华越平台的无人机啊 与XCB有相当大区别的 XCB决定当作舰在空中啊 加油机这两大类无人机啊 其实有个功能特点 就是他体量都很大 满油自重基本接近30吨 甚至超过30吨 那空载啊 拦截降落的时候 重量至少在15吨以上 那这样一来呢 包括XCB这类的啊 大类型的上舰啊 这个无人机 他在航母上起降操作模式 对比有人驾驶正规的舰载机 其实没多大区别了 理解了吧 就是他太大啊 那就是说还不如上一个有人机呢 对吧 他是个无人机啊 他其实这么大吨位啊 完全和这个无人机啊 不一样了 就是按照有人机操作 全部需要甲板上 按照有人舰载机的模式调度啊 就需要向有人记忆 按照顺序弹射起飞 最终有序勾住蓝租所单独降落 但这样一来 他甲板上调度于空中的运行 效率上对比有人舰载机 他没有优势了 没有什么都按照有人来 对吧 以前无人是吧 有可能是一分钟谈一辆 是吧 谈一下 现在不行了 是吧 所以有人舰载机 你每天起降啊 回收 你等于是抢着有人机的这个啊 效率 对吧 你效率没提高 呃 那么换成XGB啊 就是你很显然 你舰载的啊 有人机就要减少 换上这些无人机 但你无人机好像效率 并不比有人机高啊 对吧 因此呢 他要换这个XGB啊 没有飞行员备份的啊 这样会导致大型的这个 无人舰载机啊 需要在起飞前进行电子检测 好像又比有人机更麻烦啊 因此阻拦降落安全可靠性啊 明显低有人驾驶舰载机 是不是又找麻烦 就是你体型太大造成什么 造成你好像相对有人机来说 你更麻烦 对吧 起飞前要检测电子设备啊 降落时又没人驾驶 又有可能出事故 更麻烦 有人机毕竟还是啊 这个有经验的 所以等于什么 这个无人驾驶飞机 无人机啊 他这个吨位越大 造成结果什么 好像是什么 整体的航母作战能力要降了 因为无人驾驶操纵啊 只能在天气良好 白天进行啊 稍微有风雨啊 就是无人舰载阻拦效果 就安全没法保证了 这也就是美军对XCB不满意的 根本原因啊 说白了XCB啊 出动效率和操纵安全系数啊 没有明显超过有人舰载机 理论上他打击啊 这个半径仍然停留在理论上 对吧 他他也没有说啊 比有人舰载机加油以后 打击半征提高多少 所以出现在中国航母啊 山东舰上这个舰载机 完全不同的是 首先咱们停放密度远超任何现在的 有人舰载机了 大家看啊 当时应该密集停了十多架啊 这个照片就让美国人慌了啊 他建一个大个的是吧 三十多吨啊 但是好像什么 你停不了多少啊 但中国密密麻麻停了十架 这种效率啊 如果是放一个更大的甲板 你可以想 停五百架没问题吧 就中国如果是这艘航母 停放五百架啊 舰载机 那六万吨的平台啊 一万多平米以上的话 啊 如果一千平能停五百 那么这样说 拿三分之一面积 也是能停一千五百架舰载机 就是山东舰啊 如果按照一万啊 平米以上啊 来停三啊 三分之一的面积 给它停无人机的话 那就可以停一千五百架 什么意思 就这个是人类历史上 建过的任何的航母啊 中都没有搭载个 如此之多啊 舰载机的 所以说等于什么 等于是新式的舰载机啊 根本就不需要像中国这个新式的舰载机 不需要像XCB那样啊 这样 需要弹射起飞拦阻降落这些啊 我垂直起降就可以 就中国是个风群啊 不是像美国那样搞30多吨大个啊 按照次序排升排 滑跑起跃啊 起飞就可以 这样完成任务之后 编队垂直降落甲板 起降效率是传统舰载机啊 无与伦比的这个啊 效率啊 就是没法比啊 所以说对于对手来说啊 如果这么算海空空中突现啊 就是说白了我是舰载的 什么意思 我能移动的 我跑到你啊 你的这个目标区对吧 离你美国海很近 突然间你在空中发现1500架啊 无人机编队来袭 那你说你有活路吗 啊 想想也是啊 美国担心这种大批量出现 这只是一个航码 对吧 我还可以配我的舰载的 是吧 两极动动舰配 是吧 包括更多的舰都可以配 那起 就是说白了 你这个舰队就没了啊 你被1500架无人机盯上 你这个舰队还能活吗 自主起降的舰载无人机航程不够的话 那还有飞行速度不如正规舰载机速快等等的问题 但实际这都不必要担心 为什么 现在已经是理电驱动汽车都达到1000公里了 就绝大部分的飞行啊 飞行阻力小都 飞行飞机啊 小于这个同家同吨位的汽车的 假设这些无人舰载机的上舰的这个单体 起飞重量只有1.5吨一架 就是假如说1.5吨一架 中国这个啊 那么每架携带大约200公斤的炸弹 锂电池续航动力来看啊 飞行时速200公里情况下 完全可以实现2000到3000公里续航 没保密吗 按照现在汽车 对吧 人家说什么呢 这个作战半径啊 1500架2000到3000公里尺 就是也就确保如果是1000到1200公里 作战半径的话 任何舰带机啊 这是他极限了 他就回不去了 所以已经是啊 这个非常优秀了 说白了什么 这1500架啊 上灭天下灭地中间灭空气是吧 所以非常容易啊 这个因为他小啊 这个密集的行动 你就是美军雷达 基本上把他们认为是海鸟啊 海鸟的群 所以空军也害怕啊 陆军更害怕 到陆地上 他空军打陆啊 陆军的装备一打一个准啊 是吧 你你陆军没得没得防啊 所以陆军也害怕是空军也害怕 空军把他当成鸟 没法没法发现 陆军也是 他来了1500架等于是灭我 对吧 海军更害怕 是吧 这哪艘军舰碰着他都都亡啊 对吧 所以这么空中的这30多个这种啊 海鸟群 每个群50多架 对吧 把它分开 对吧 不要1500架 密集了 分开 三五十个 一个群 每个群带10吨的炸药弹飞 你想想啊 就算是你有 就十几个航母战斗群啊 基本上什么 全报废啊 就没有任何活的能力啊 这其实就让美军现在看到了啊 解放军现在啊 不是说 而是实事在做 这做什么 估计就是准备啊 这个 将美军啊 彻底的这个 啊 这叫全坚吧 是吧 1500架 全坚美军啊 这叫全坚美军啊